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陈香如谢刚杀青,杨子再次接大女主剧,2022是否能更上一层楼? 说起杨子,在90后小花里的演技那绝对算得上脚脚者, 在2018年更是凭借着香蜜沉沉浸如霜一时大火, 后又在2019年主演亲爱的,热爱的电视剧收割大批粉丝,晋升顶流之列。 再加上和肖战强强联合,主演余生,请多指教,呼声不可谓不高, 但很遗憾的是至今这部剧都还没有播出。 就在今年10月中旬,杨子与诚意的陈香如谢杀青了, 这部《虐恋仙侠》剧同样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而眼下,网传杨子再次接演大女主剧《苍穹以北》, 并且将于2022年1月开机,男主有优质班底加持, 演技妥妥的,可能会成为暴剧。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2022年是不是有很多杨子的剧可以看了, 杨子是否能再一次创造奇迹,是否能更上一层楼, 想想都有点激动。 据网传《苍穹以北》讲述的是航天工程师浮城, 放弃海外高薪工作,加入北斗研发团队, 并且在安师的带领下,招募了工程师梧桐和天才程序员夏飞雪, 组成三人小组,在磨合中突破重重困难, 最终成长的故事。 这类型的题材,在近年来都挺受欢迎的, 就比如杨阳和迪丽热巴主演的《你是我的荣耀》, 虽然只有一点点的相关性, 但是收视率相当可观, 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杨子近年来的演技可谓是大有提高, 现在是妥妥的实力派, 这次在《苍穹以北》中再次单起大女主, 对她来说应该能够很好的演绎这个角色。 如果真的是杨子出演的话, 这部剧无疑是一部热剧了, 毕竟杨子的热度可是众所周知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